主持人你知道吗 我做了所有的男朋友 应该给女朋友做的事情 我一个女生 每次我们俩 什么一百天两百天 一周年两周年 各种纪念日 我又是做视频 做相册 做音频的 各种的给她买礼物 创造惊喜 就是所有的 男生给女生做 我全给她做了 结果你为我做了什么 你为我做了什么 我难道上次为你做的生日 那次惊喜不算感动吗 啥惊喜 那一次是她过生日 我自己就策划着 想跟电视的剧情一样 想给她一个很大的惊喜 然后当时呢 我就在操场上摆了蜡烛 然后我自己也买了一束玫瑰 然后对着好多人 然后都跟她表白 给她唱歌 给她跳舞 她当时那天也是很感动 是 我是很感动 她现在把我所做的东西 她就觉得不放在心上 你知道吗 我没有不放在心上 你就那一次主持人 我跟你说四年了 就一次给我过了一个生日 当时地上摆的蜡烛 还是我情人节送给她的 这孩子多会过呀 你说说 这不是会过 不会过的事情 什么创业 什么惊喜 都是我去做 你看她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包括袜子 都是我给她买的 我一次给她买七双 一天换一双 我对她这么好 为她付出了这么多 她一点都不关心我 你知道吗 就有一次的时候 我们俩好久没见了 下了班了 我就过去找她 当时九点多钟 我又跑了好远的地方 给她买一个 她喜欢吃的东西 我过去了 你知道吗 她一打开门 给我说第一句话是什么 你怎么又来了 我的天哪 你说哪一个女生 听到心里舒服 我当时 我没走 打电话说的时候 你是说不来了 但是我打开门 她来了 我当时是 我是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 我并没有说 很烦她的意思 我是你女朋友 我见你妈还给你约档妻 你怎么这么忙 你是明星吗你 我就觉得 她特别不关心我 你就是不爱我 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她呢 毕竟在一起四年了 我觉得也不容易 我就想听一下 是不是到底是 真的是我有问题 还是说什么 这个在朋友面前 你们会互相给面子吗 会吗 她脾气特别不好 我一个兄弟 邀请我们一起去聚餐 当时我兄弟就 特别直爽她那个人 她就一上桌 她就要跟我说 她说兄弟 我们来喝一杯 当天我是有点不舒服的 她就不想让我喝 结果呢 我不想为你喝 我为了谁 我不是为了你吗 但是你为了我 你没有必要 就跟人家吵起来 你就委婉地拒绝就可以了 她做了什么 她当时她是站起来 把我的酒杯放在桌子上 就是很凶的那种 然后她当时 也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然后我坐在那里 我就感觉一个人特别尴尬 你尴尬 那我更尴尬 你兄弟跟我吵起来 你这个时候 没有像个男人上 站在我面前 说我就不喝 怎么怎么着的 那你怎么不想想我呢 我在你心里 连你兄弟的位置还不如吗 跟妈妈谈恋爱什么感觉 有的时候挺累的 跟他说过没有啊 我跟他说过 当然说过这个问题 你怎么那么爱管啊 我不是管他 我觉得这是我爱他 不是你 我如果不爱他 我也不管他 你说主持人 我也不爱你 对不对 我也没管你啊 就你这样的人 我看了我就跑了 哎呦我的天哪 哈哈哈哈 队心